接着就来看,上礼拜就106查的部分 然后有一题变化题 所以请各位把106 有同学做咖啡 我看了一下同学做咖啡 可是它下面还是查 到底是咖啡还是查 就是你简报要改的话 你要全部改,不要改一半 看上面变咖啡了 可是最后怎么又变查 所以你如果做个变化题 你还是要把那个就是 简报把它彻底做变化 你不要做一半 另外的话 最好可以把上个礼拜108的小小表演 这个动画 这一题我觉得最有用就是动画 按下按钮它可以做一些动画出来 今天的110题又更困难 因为110题的动画又更多 而且更复杂 110题的话 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110题的题目我大概打开来 OK 基本上的话 切到110题部分大概就在106、108、110 OK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很好理解 就所谓的穿戴式行动装饰 那这个东西的话 像什么呢 像手环 像手表 Avro watch 不过我发现那个 小米好像做的蛮好的 小米其实它蛮多的穿戴 而且它所有东西都可以串在一起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像小米的手环 然后像小米就好像出到4了 OK 然后像小米还有像我家里也有一个体重机 它也可以直接跟你的手机连线 然后确实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在体重状况 甚至未来当然心跳 血压 或者是所有血糖等等的 跟那个身体相关的一些讯息 都可以透过一些装置 可以马上显示在你手机上 并且帮你做随时的记录 那有有点像说你 比如说你住院的时候 住院的时候 其实它随时会帮你量血压量心跳 量一些你的身体一些状态 但未来这些装置 如果有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 你其实随时都可以监控 你的身体的状况一切 那只要有一点点特殊的情况 你也可以 可以再去追踪 而且它24小时帮你记录 所以你可以看到图表的显示 OK 那这部分的话 当然这一集的重点大概就是 有关相关的窗带砖有哪一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题目要求 第一个 它这个总共有两个档案 一个PPD01-1 然后它说怎么样 要把两个档案 1跟2怎么样 把它做合并 OK 所以特别至于我们打开分立档案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档案里面 110的话就有两个档案 1跟2 那你打开1的话 它就长这样子 有没有这个 这个 OK 那2的话里面又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它是希望说你要可以把1跟2 有没有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2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它里面就有这些 像这个 有没有 就是这个 Google的那个眼镜 不过好像很想买一个 在市面上好像也没有 哪个地方有看到在卖这个装置 OK 那也就是说 有点像是车上有那个什么 行车记录器吧 那是不是说呢 行人也有行人记录器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随时 我想上课的时候 我随时我根本不要 它随时都记录 我看到了一切就马上可以看到 回去的话呢 随时又回到家 又可以跟电脑连线 马上可以知道说今天拍哪些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走到路上 我说有些人忘记看到什么东西了 你根本不需要 特别去把它拍照一下 你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 不过可能 大家会侵犯到别人的影子 是全问题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像我之前出国的时候都习惯 比如说就是在身上别人 有一个这样勾勾的方式 然后随时就可以记录很多东西 那回去的话呢 忘了有些东西回头去看影片 觉得还清得蛮好的 不然的话你出国一趟 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有时候如果没有做特别的记录的话 真的很容易就很多东西 细节部分就忘记 其他还有什么呢 时尚小巧 还是什么 一个小的智慧营手机 还有呢 什么 GPS鞋 这什么 是怕你迷路吗 OK 不是手机上面就有GPS 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可以给老人用 如果老人出门的时候他穿鞋子 本身就有GPS功能 那可以记录到他现在的位置 那也不错 然后什么隔空操控 就是说键盘其实可以不需要额外多一个装置 也就是说你用投影好像已经有这种装置 直接怎么样 投影到桌上 桌上就有一个投影的虚拟键盘 你可以在那个虚拟键盘上面打字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随心所欲 例如穿戴装置 触控 也就是类似像这样 投影你可以用触控的方式 然后其他像什么 健身 蛮流行的 就是什么健身衣 OK 诸如此类的 这部分其实在台湾的 台湾在这方面 其实做得其实相当的好 像这一日疫情 科技也对于疫情的防范 蛮大的帮助 像昨天好像也有人偷跑 马上还没跑出去 就马上被警察抓到了 OK 因为现在好像 就是他会去追踪你的手机讯号的位置 也就是你现在在哪里 如果你跑出那个位置 他有什么电子 围离吧 你离开家里 马上就会发布讯息给当地的警察 那警察就随时去你家找 OK 所以相关他什么机能等等 那就要把这些什么 1跟2 把它合并在一起 就是这一集 他要我们做的 然后分别的话 他说什么呢 把那个 第二个这个的简报的 第二到7的投影片 放到哪里呢 放到1里面去 OK 然后依序为制造球 并且套用什么呢 标题的大图片的这个版面配置 所以总共会有几个问题 也许你们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再做一些动画 这一题最难的地方就做动画 然后做什么差距 有差距的效果 自所自幼等等的相关效果 第二题 第二题主要是做动画 第三题的话就做超连结 那我们大概来demo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有一个完成的 假设说这个做完了 他就做一个简报 最新的穿戴式的行动装是哪一些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假设做好的话 按下这个 他会指向这里 按下这里 指向这里 但是这个就消失了 按下这里 指这里 有没有 这什么 手环吗 还是什么 戒指吗 这么厉害 那不是跟那个 磨戏的那种很像 那这个是什么呢 手表 有没有 手表应该不是什么特殊装置 不过其实我自己是有那个小米的手环 不过最后是不太喜欢戴 因为那个可能塑胶的 他现在好像没有出那种真皮的 不然戴久 感觉就很不舒服 OK 但是 刚开始会买他 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 那个小米手环 他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 他可以记录就是你的睡眠 睡眠时间 也就是你到底熟睡多久 你浅睡多久 而且他还可以 把你的睡眠时间跟所有大数据 其他人的做比较 你是排在哪里的 OK 诸如此类的 还可以记录你的 什么心跳 好像没有血压 他可以帮你记录一些 这个身体状态 他衣服部分 像这个是动画怎么做 这个是超连结 比如说眼镜 点下去就跳到眼镜 然后有个back back的话不需要点击 你游标移到这个上面 就back回去了 有没有 这个鞋子 这怎么还在 哇 这连错了 我后面好像还没做 OK 大概是这样 就点下去 移到这边就跳回去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把 第一零题节目 稍微先看一下 总共会有三题 然后待会的话 我们就分别完成 这个110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的话 他要把两个投影片 就是第二个投影片 放到第一个投影片里面去 2到7 放到4到9 并且把4到9 有套用这个标题大图片的版面配置 所以基本上的话 应该会有 这个放到4到9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套用标题大图片的版面配置 所以两个动作而已 那怎么做 其实方法很多 我是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把1跟2 两个一起开起来 然后把2的 2的什么呢 2的第二个投影片的 第二个 什么 第二个投影片的那个2 编号2到编号多少 编号7 是不是 OK后面没有 所以你按Shift键 Shift键意思就是连续选取 Ctrl键是个别选取 所以Shift键按住 全部就2到7 然后你把按右键做什么 复制它就可以了 复制投影片 然后贴到哪里 贴到 复制了 对不对 再贴到第一个投影片的第四个 第四个 123 刚好最后一个 点一下 对不对 就一定要点对位置 你不要点错位置 点到这边 先贴到这边 记得点到这里 然后把它贴上 Ctrl V 也可以 右键贴上也可以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投影片贴上 刚刚是怎么贴 再贴照 复制一下 复制 OK 不是复制投影片 是复制 OK 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贴到这边 按右键贴上 或者直接Ctrl V 贴上也可以 这样就OK了 4到9就完成了 这个方法其实是最简单的 当然 其他的话 如果你们看这个症状考试的解答 它是用另外一个方法 它好像常用里面的新增投影片 用什么 重复使用投影片 就是用这个方法也可以 可是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反而 比较不顺畅 用刚刚那个方法我觉得比较直觉 OK 所以方法很多 但是你要想一个比较不容易忘记 好操作的方法 OK 好 4到9就OK了 所以 第一个动作OK了 第二个动作要做什么 把4到9一样 整个选取起来 点第四个 再按Ctrl键 按Shift键 如果按Ctrl键 就是只能选4到9 按Shift是全部一起选 OK 然后做什么呢 接下来 我先关掉一下 接下来把它的版面配置 改成什么 标题大图片 版面配置 标题大图片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点一下就OK 所以第一题 其实基本上就大功造成 就这样而已 OK 所以看一下 OK 没问题 接下来的话 就是做最难的 这一题我想最难的 应该就是这个 在投影拼2的动画效果 所以第二个 我们可以叫投影拼2 投影拼2在哪里 在这里 它意思就是说 当我播放的时候 它可以按下这一个的时候 所以它的需求是这样 按下这个的时候 它会有一条线过来 从左边到这边一条线 然后同时 也把这边的线全部让它消失 按下它 按下它的时候 这一条线出来 然后其他线消失 那如果按下它 按下手表的话 刚好就是从这边一样 这一条线出来 其他线消失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那特别最好 主要是用什么 用动画 所以这个地方 最困难的地方在动画效果 那请各位 也许稍微看一下 动画效果里面 它要我们做什么 就是必须利用什么 与前动画同时 什么叫前动画 就是你点下去的时候 那个一条线出来的同时 那个另外五条线 也同时消失 所以这个叫与前动画同时 然后什么呢 必须透过附动设定 就是按下去 让它显示 那其他的话 还有说什么呢 就是有差距的效果 我会想到自左 就是左边的是自左 右边的是自右 OK 然后其他的话 按下去自动就消失 那怎么做 这边3呢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有几个重点 1 如果点它 这一条线 要做一个动画 做什么动画呢 就是让它 过来 过来的话 在投影片里面 动画里面特别重要 1 先选取它 2的话 请你选择什么 新增动画 里面的什么 它要有没有差距 那什么叫差距 你把它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就差距了 但是 我在这边有个动画窗戈 它可以让你再播放 有没有 可是你会发现 好像什么地方有错误 方向 它应该是要 从这边过来 不是从这边过去 所以怎么办 请你把选项效果 差距之后 选项效果改什么 应该是自左才对 左边 就是从这边画一条线过来 自左 过来 有没有 所以 第一个动画OK了 那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你一播放 你要点一下 它就出来 但是应该点这里才对 可是我们现在是 预设的是什么 是按一下 所以你应该要把那个触发的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触发程序 应该是把这个效果 是当它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那个眼镜 那个眼镜 叫什么 智慧 眼镜图 有没有 在这里 所以就是 把它的触发程序 改成智慧眼镜图 当我按一下这个的时候 它才会 所以有这条线出来 所以出发程序 改成 当我按一下什么 智慧眼镜的时候 我播一下 这边可以播 我预览一下 你们按一下它 这条线就出来了 确实之后 一定是要按一下那个 才会出来 OK 可是问题 第二个 那如果按一下它 我希望 这五条线 也都同时消失 这边不要 不然的话 感觉 这边线这么多 就会抢了 这条线的重点 所以这边注意 如果我希望 那条线出来的同时 底下那五条线 也同时消失的话 应该懂的意思吧 好 怎么做 这边注意 同时消失 所以你要让这五条线消失的话 请你选它 一 按卡锁键 二 三 四 五 对不对 五条线 按一下之后的话 记得 新增动画 我要让它消失 新增动画的时候 请你找到消失 有没有消失 结束的地方有没有消失 有没有 请你找到结束的时候 消失 让它不见 所以结束 我新增动画一下 消失 底下这边消失 OK 好 那特别注意 什么时候让它消失 特别是关键的地方 不是按一下消失 不然如果你现在播放的话 你会发现 你是按一下 它消失 不对啊 我们应该是按一下 按一下它的时候才消失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播放 对不对 如果你按一下它 它没有消失 所以特别是关键的地方 应该在哪里 开始的时间点 应该是什么 与前动画同时 特别注意 意思是说 当我按一下那个的时候 同时也把它消失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OK 其实这个理解之后 你会让你做动画还蛮简单的 好 做一下 与前动画同时 好 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播一些歌 不然一下 对 你会按一下它 那它怎么本来就消失 你看 你看 不对 再试一下 看一下 与前动画同时 所以 这到底什么状况呢 没有没有在这里 是会眼镜 它再按一下 这几个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应该 刚刚应该是 这个按 应该是 与前动画同时 这才对吧 然后把它再弄一下 看看 看一下它 那种预设就已经是 OK 你们先试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 这动画 我待会再把重点 再跟各位讲过一下 另外 我是建议 如果说你怕会出错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动画窗格 给叫出来 为什么动画窗格叫 有点像你目前做的动画 它会显示在这里 那另外还有什么 那个选举窗格 比如说里面的物件名称叫什么 这边也可以显示出来 不过 这个我们待会再讲 我先把那个结果秀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就是播放 同一面播放 它一播放的时候 它第一个要把 这六条线先消失 也就是说一进来的话 六条线不要让它出现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当我按一下 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这一条线要出现 不过我刚刚好像把 就是窗格 那个选举窗格这部分 好像有把它隐藏这个 因为这个有时候 会有点碍眼 因为它其实没有用 只是一个底涂 不过有时候会选到 所以我把它隐藏起来 OK 不过没关系 好 第一个 这个地方 六条 一 一打开 六条线要消失 第二个的话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这一条线要出现 然后另外的五条线不要出现 就像这样 OK 那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一样 这条线出现 其他的线不要出现 这样 那一样按下这个的话 它就是 这条线出现 但是其他线不要出现 这要怎么做 首先我大概把那个重点 跟各位讲一下 那你做完的结果 当然我把那个动画 其实它会列在这里 如果你是做对 或做错 其实都可以在这边 可以再去做检查 那只是说 如果你要把那个动画 全部取消的话 一样可以把这个到最下面 一直到底下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叫按钮 把它delete掉就可以了 我刚做的动画 就全部消失 要重来 那我重新再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顺序要怎么做 因为我要播放的时候 这六条线要消失 所以第一个 请你把这六条线 先把它圈起来 第一个动作 选六条线 做什么呢? 动画里面的话 当它进来的时候 所以当它进来的时候 在结束里面的话 有个消失 什么时候消失呢? 预设的话是当你按一下 可是我不是要按一下 我是要什么? 当这个投影片播放的时候 同时 同时就消失 所以记得要把它改成 与前动画同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播放的时候 如果它六条线消失 那第一个动作就完成了 消失了 第一个 OK 所以不能做出任何一个地方 第二个的话 再来就是说 当我按下这一条线的时候 它要先做出动画 动画是插去的 所以请你选眼镜的部分 然后新增动画 选插去 方向的话 请你选自左 OK 自左 这样一条线 另外的话 特别注意 触发程序 请你当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眼镜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选对眼镜 有没有 这个时候拨一下 它会先消失 当你按一下 这一条线就出现了 不过当你按一下 另外一个的时候 其他线还是在 所以特别注意 你还要再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五条线 有没有 就我刚刚做的 按按键键 OK 这五条线选起来 其实就是群组二到四 一的话就这一条线 不要选 然后新增动画一样 消失 当什么时候消失 当我按一下它 它说同时消失 按一下 按一下哪一个 按一下眼镜的时候 OK 好 然后与前动画同时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个效果做出来 其实比较不明显 因为已经消失了 所以点下去 它其实好像 其实它是有让它再消失一次 那什么时候用到 就当你做第二个的时候 第二个怎么做 其实这边做就是一个循环 第二个就是 当你选这条线的时候 那其他线消失 所以 当你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条线出现 所以请你选这条线之后 新增动画 把它插去 然后一样什么 自左 OK 插去 接下来的话 触发程序是当我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这个手表 所以智慧手表图的时候 OK 然后不过你现在播放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当我按一下它 这条线出现 当我按一下它 它出现了 OK 不过好像有点lag 我点下去 但是这条线没消失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它再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 除了这条线以外的其他五条线 圈起来之后做一样式 新增一个动画 让它消失 什么时候触发呢 就是当我按一下什么 智慧手表图的时候 而且记得关键的地方 与前动画同时 就是按下的同时 除了那条线出现之外 其他线都消失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播放一下 这个很容易做错 等一下 这个时候按下它 应该怎么 这条线应该出现 另外一条线消失 这样就正确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再来其他都一样 所以这边 这条线 新增动画 一样是先插去 然后一样是自左插去 那什么时候插去呢 让我按一下那个智慧写 这个是斜子吗 智慧写除的时候 OK 那不过其他线 其他线再让它消失 这很容易点到这个 其他线选起来之后 新增动画让它消失 然后触发程序 当我按一下智慧斜的时候 OK 当我按一下智慧斜的时候 然后与前动画同时 这样的话就OK 那试一下 当我按一下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 然后再按一下这个 没有 这OK 其他的话 当然 这一边的话 记得也是做一样的动作 就是说它插去的部分 它方向的记得是什么 它要自右才对 OK 过来 然后再把这边的其他 这条线 触发程序记得要改成什么 那那个是什么 戒指 OK 这个是智慧戒指图 然后其他的 怎么这样 其他的什么 新增动画 记得 消失 什么时候消失呢 当我按一下那个戒指的时候 消失 OK 好 与前动画同时 这样都OK 播放一下 看一下 这个OK 刚刚是漏选一个 这很容易很容易漏掉 所以这部分的话 特别小心 那其他一样 反正就选一 新增动画 它去 然后这边的话 一定要自右 OK 什么时候 触发 手环的时候 OK 当点这条线出 其他的话 就把它敲出就可以了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他的这个动画 就会列一个清单给你 好 你可以仔细看 他会有个规则性 OK 后面先黄点 各位试一下